年仅28岁的乔任良被爆患严重的抑郁症意外死亡 乔任良去世引爆网络 娱乐圈寻心哀悼 而继王宝强离婚事件被翻拍为宝宝哭哭之后 一人乔任良的死也被爆将被翻拍成电影 名为乔任良之死亡邮件 我觉得驾驭不住 17日 编剧李二林在微博除了否认 当年曾指责过乔任良之外 还贴出了一张朋友圈截图 截图中称 网络大电影乔任良之死亡邮件正在筹拍 请有意向的编剧与其联系 如此无德制片被网友们寻起抵制 纷纷表示 请和宝宝不哭的导演组团爆炸 好走不送